阿摩叫女友到應援燈箱打卡 訴情對男友感謝大眾祝福 舞蹈員李啟然阿摩昨天28歲生日 雖然今年只可以在病床上度過 但她的一班跳舞好友為她在尖沙咀巴士站 訂造了應援燈箱 作為她生日的應援活動 應援燈箱除了有阿摩的照片 也寫了聖經中信、望、愛的英文 身為女朋友的騷情 昨天也到了阿摩的生日應援燈箱打卡 還在限時動態留言 表示這是阿摩叫她做的事 她還代男友多謝支持者的心意 至於MIRROR成員Anson Kong和Frankie 也低調到了應援活動的現場 昨天兩個人分別在限時動態貼了羽毛貼紙的照片 還祝阿摩生日快樂 中鎮圖18歲女女英國升學 范姜說 我幾乎敲門在機內 B哥哥中鎮圖和太太范姜素貞所生的大女中二 今年8月舉行18歲生日Party 當時B哥哥泛民透露 中二正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 她還叮囑女女在外地 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 要好好照顧自己 日前范姜在社交網上載了和女女在巴黎旅行的照片 之後到達倫敦預備入河 今天凌晨 范姜再分享和中二的照片 表示自女女出生之後 最不敢想像的就是今天 每天放下女女自己在異鄉 范姜表示幾個月前 已經和自己採排過今天的情景 但是她還是幾乎敲門在機上 流露出作為媽媽很不捨得的心情 中二也有留言表示很掛著媽媽 在那裡 看看我日後 對我來說 你不會有一個階段 可以看我 我會看我 發熱 我會看我 你會看我 你會看我